今日和我 都是你 该不想见 那也是去双军楼 参加布斯鲁打大会的 当然 说是布斯鲁 郭唐星茶妖 叫魔女十一 试杀陈庆 要何力叫啥 我只听说啊 这魔女十一和那花先生 都是绝世的美人 尤其是那花先生 是个冰山美人 要是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是 是魔女十一 肯定是魔女十一 快跑 快跑 不过是个胆小鬼吧 为何要之不死 卢伊死地 我听过一个传说 变了一个故事 两百多年前 天将一 设为星茶妖 他们妖法怪异 无恶不责 江湖人举力为巧 显然他们当时 起了那一户 他勉强消灭 但有两只星茶妖 逃了出来 你 还有魔女十一 猜得不错 我的确是你口中的星茶妖 我再告诉你一些细节 星茶里 有两个从小相依为命的女孩 那个星球资源匮乏 他们被军队抓去 当成了试验品 他们一个被做成了救人机器 一个 做成了杀人机器 开启了漫长星际入侵的结果 结果飞船跟女士相撞 是个灰人 那两个女孩幸存下来 以为好不容易能开启新的生活 结果不停被人追杀 她为了保护药人 启用了自己的能力 人 越杀人 敦视成杀 杀到她最后 连药人是谁都忘了 是那个药奴 和人类勾结 制造出了一铁剑 起初杀了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